下一页 再下一页 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 其实那个性侵害事件的被害人啊 他其实是集中在未成年 是集中在12 12到18岁未满 然后我们刚刚 这个是去年的资料 所以确实我们今天提的法案 是在刑法里面的 不过我也有提在儿少里面 在儿少的 36跟38 所以法务部的建议是说 我们这边如果提高刑者的话 跟儿少那边是不成比例 所以我们儿少那边也送了 不过要等卫府委员会那边 便澄清 我跟主席的看法完全一样 我认为偏重被告的一个保护 一个人权的一个保护不遗留 但被害人自从我到论以后 我认为被害人的保护要更胜以被告 更胜以犯罪人 所以刚刚检察官讲到的只是就主席 三月份才是积极的去促成各 跨部会的一个合作协调 那么再者更重要的 也没有说我们不可以把两年以下的法定型度提高 只是说我们要把两年以下的提高了三个集聚 一下的跳到五个集聚 所以这个部分还要考量到儿童级少年逊波线条例的这个法定型规定 所以我们是把两年同时提高 要提高一并提高 我都没有意见 之前就像先前一样 喝酒造势把一个家庭毁了 你要给他死刑我也都没有意见 但是法律有法律的定则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我们一起来让他合乎法律规定的提高 我一定赞成 谢谢 另外我想请教的是有关于那个检举人的保护以及奖励 因为刚刚那个有提到说 你们有个NCC有个卫福开会嘛 就是说如果在网路上有这个散播的行为的时候 你们是透过IWIN这个团体 可是我好奇的是 请问一下最开始发现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东西传播的速度很快 很广 所以要让他缩小他的扩散的速度跟范围 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越早把他拦截越好 那我们知道现在法务部 他拆取的方法是由监警单位进入一些 可能是钓鱼的方法 进入一些诗人的群主讨论空间来钓鱼 可是我们觉得这样子的方法真的是太慢了 所以才会建议说由一般的民众来检举 那当然检举的话就需要有相当的保护跟奖励 那刚刚法务部也提到说 那个这个是刑法不是特别法 应该是说我们这个东西一开始是希望在儿上那边也是放进去的 不过如果儿上那边放进去 这边大家就觉得不重要了吗 就是说如果没有一般如果没有人检举的话 就是法务部这边你认为办案的效率如何 就是一般人如果有民众检举会不会让你办案的效率提高许多 跟委员报告完全同意 我们现在就是正义常常是辞来的 所以这个部分那委员提到的这个 我们只是说就刑法来讲 这个一个根本大法体力没有这样的一个体力 我们不是反对把这样的 就像我们的戒闭者保护法 就有很多戒闭者的一个保护 很快就会在大院里面来 请问大概什么时候会送进来 你说哪一个 戒闭者保护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类似这样的一个规定 不是规定在刑法 可以在相关的法律中规定 你们其他的那个戒闭者 这个也因为 什么时候送进来预计 那个目前来讲 因为现在在 在想这样嘛 戒闭者保护法 对 已经送到大院了 应该是说已经送过来 公司都有吗 他是公司一起的 戒闭者保护法 就是因为把公司弄在一起 稍微有一点时间的延宕 因为我知道像我们 即使是会选这件事情 因为你刚刚提到说 戒闭者的保护 它必须是 这件事情是很隐秘 而且罪折是比较重的事情 那对我来说 这个散播私密影像 这件事情 它的隐秘度是非常高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用 不是实名制嘛 网络还是不是实名制 那对我来说 罪折是非常高的 这是就像刚刚 许多委员已经提到了 这是性侵害之后的 二度的伤害 它真的是 不是人还活着 可是心已经死了 所以对我来说 这两个条件都是符合的 那我是觉得 以体力来说 确实可能跟现在 整个刑法的体力 不是很符合 可是 以一般的老百姓 以受害者的想法来说 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 可能在法务部这边 你们在实际的进行的 可能有一些行政程序 要把它定好 可是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尤其是在 其他的接闭者的保护跟奖励 完善的规范之间 或者是市长 你觉得说 你接闭者那个过了之后 就可以完善的保护 这一方面的吹哨人吗 跟委员报告 就我们主席很早就发现 这些一个跨部会的 所以就要请我们法务部 去搜集 那么各部会 到底他们的进程 那有关我们细争的这个问题 到底要如果完善 因为这牵涉到卫福部 牵涉到内政部 牵涉到其他相关 NCC的其他相关的部会 那么就委员关心了这个事项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刚刚说已经说到大院 我说的 我是说例如 像接闭者保护法 这样的一个接闭的一个保护 我是说如果我们这个有关委员 关心了这个事情 是不是在相关的法律 比如说我们 未来在 在有关这个部分的 这个 另一个专法 市长我想请一下 如果说这个东西放在 而受的三十六三十八的话 你绝对就知道吗 我不反对 因为我只是说你放在刑法 我比较 我们就我们刑法的这个体力来讲 我们比较没看过 这样而已 好那我想再请教一下 就是有关性侵的被害人的之后的保护 或者是说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性侵的加害人了 那在台湾我们整是抄了美国的梅根法案 还有杰西卡法案 大概是抄了半套 就是请他们去警察派出所那边报道登记而已 可是我们并没有做到公布加害人的个人资料 来警告他周遭的社区 或者是他周遭的家长 他如果说这个人是儿少性侵的加害人之前 那请问一下法务部你们这边的意见是 这个东西在台湾适不适合公布加害人的相关个人资料 跟委员报告这一部分是不是比较适合 由卫福部来回应 报告委员 那个性侵犯犯罪防治法在前置修正的时候 针对到底性罪犯的加害人的资料 要不要公告这件事情 其实是有蛮多的讨论 也开了好几次的公听会 那因为大家的意见就是都正反都有 那只有所以折冲变的是登记报道还有查询 那查询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要去聘请一个从事的这个工作 那我对这个人的这个 是不是过去有没有一些性犯罪的记录 我是有疑虑的 那我是可以向警察机关去查询 他有没有一些性犯罪的一个记录 这样子 这样子吧 我们家有一岁的小朋友 我是不是要去警察局查询所有的人啊 如果说我怎么知道说到底我的 我住的周遭有没有这样子的危险 我带小朋友出去公园玩安不安全 如果有一个人接近我了 我的小朋友到底安不安全 再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因为这个议题本来就是 在国内一直在持续的讨论当中 就是我们在保护这个一般的社会大众 跟这个人权的这个部分的横平 到底应该要取得什么样的一个折衷点 那要说以人权来说 在美国的话 他们有两个州 已经有人权团体跟法院上述说 这样子的公开是不符合人权 最后他们是败述的 所以即使是在美国 他们也是就是这么尊重人权的地方 也是败述的 那我们在台湾 那我们是不是请大法官来视线呢 还是怎么呢 你觉得如果是这样 公听会开来开去 最后的结果呢 我们已经讨论好几年了 那我觉得身为小朋友的家长 我们是很担心的 像美国你可以做阶段性的嘛 就是说OK 比较没有这么危险的 他分一二三四等级 就是一是比较轻的 四是比较重的 一是比较轻的话 那你就跟警察 派出所报到就好了 那二的话 你可能必须要通知学校 以及社区 第三的话 就是比较最重的话 他可能就是公布在网路上 然后就像刚刚那个地图一样 就是你住在那里的人 就知道你附近有什么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方向 去做折衷 而不是只做或只不做 而是我们做阶段性的嘛 谢谢 好谢谢 吴丁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 郑立文 郑委员 谢谢 谢谢